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深夜中兩名男子在路邊爆發衝突 穿著黑色衣服的男子拿著鋸子 不斷追砍身穿藍色衣服的男子 藍色衣服男子則是不停閃躲 拿著甩棍爛灰 趁著黑色衣服男子手中的鋸子掉在地上時 一把將他推開 並把鋸子搶走 隨後將他推倒在地 四號清晨三點多 一名陽性男子與游性男子 在新北三峽中山路起衝突 造成游性男子右手掌及手指撕裂傷 陽性男子頭部撕裂傷 附近住戶聽到兩人吵架聲音 連忙報警 警方到場後將兩人送醫急救 根據瞭解 當時陽性男子喝完酒後 打電話給游性男子 表示要歸還十萬元債務 兩人見面後 游性男子發現 陽性男子根本沒帶錢 兩人先是起口角 隨後才演變成肢體衝突 警方在現場查獲短距 以及伸縮甩棍各一把 目前雙方暫不提告 全案將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偵辦 一到六瓶的或是小瓶數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物化時間大概從四個小時到八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 快點購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幫我輸入 CTI 285 這是我們辣晚報的團隊代碼